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晨晨的分享天地頻道 今天的哲子教室呢 要來教大家怎麼做出另外一種飛鏢 飛鏢就是它的外圍呢 是有點像瘋火輪這樣子 那我們就開始動手做吧 那今天呢 會用到兩張色紙 那這個色紙呢 長寬個7.5公分 那一開始呢 我們先 先對折 乘以的長方形 然後再翻開 另外一邊再對折乘以的長方形 然後翻開 那試著頂點的往中心點折 那記住呢 不要折得太靠近 就是留點縫隙 那像這樣子 就是中間會有一點縫隙 這樣子我們在 退折的時候或是 退折的時候比較不容易壓到 然後再來 往中心點折 然後再來 往中心點折 然後上面的往後面折 然後上面的往後面折 再這樣對折 再這樣對折 然後這邊 要折一下 然後另外這邊就有個折痕出來的 然後另外一邊也是 然後另外一邊也是 沿著這個邊邊然後折 好 就往這樣子 那我們就做出一片 嗯 組合了 那 另外一張色紙也是同樣的做法 那 因為我的習慣呢 會喜歡用兩張色紙來折 那 用 你們要用一張也是可以的 那 通常呢 這兩張色紙呢 如果要組成一個 瘋火輪呢 就是 每一張色紙呢 至少要做出16個 16個 才會形成一個比較穩固的一個 圈 所以我們就做出兩種顏色的 那 那 那 這邊已經有先做好的 就是 16個 然後這邊也是16個 然後可以開始做一下組合 那我先用兩個來示範一次 就是這樣子 可以有個洞 然後 然後 就 這兩個 這兩個尖尖的 就把我這 洞裡面擦進去 這樣子 這樣子 就 顏色交叉 這樣子弄 然後用粉 這樣子 交錯 就 那 那 就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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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是一個一個做出來給你們看 那如果覺得這邊如果就是重複的話 可以用快轉的 就是他手機上面會 上面可以調整速度就可以快轉 慢慢形成一個圓的 然後一邊在塞進去的同時一邊做調整 然後慢慢形成一個圓的 然後慢慢形成一個圓的 明明是這個圓的 這個圓的圓組 我們可以用た裙面組 去那個圓組 就算一些決定 弓曲 翻出 ING 我們 對 現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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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